哈囉大家好,我是美莉安 我是姐姐明迪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兩個月推薦一次的三四月愛用 今天要分享的愛用品 竟然80%都是保養品 雖然最近還是要戴口罩 但是我跟明邊最近的肌膚狀態超好 到底是使用了哪些愛用保養品 讓我們肌膚的狀態這麼好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最近最常用的 Covermark的草本隔離霜 然後因為我最近膚況真的超好 就我大概一個多月前買了痘痘貼 可是我至今只用了一個 所以我最近出門的時候 如果可以不要化妝 我通常都是四五顏 反正也要戴口罩 就是化了底妝也會被撈掉 那我最近呢 我會這麼喜歡這一款隔離霜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作為一個大油肌 我以前非常討厭單獨上隔離 或防曬直接出門 因為通常一出門過了兩個小時 我臉就開始大爆油 可是這一款隔離霜最厲害的一點 就是我用了它之後 完全不會爆油 我覺得它控油效果非常的不錯 而且它可以很有效的 就是幫我提亮我的膚色 改善暗塵 而且它可以修飾我臉上的毛孔 那我覺得它這麼厲害 是因為其實它的質地 剛擠出來的時候 你看起來是蠻稠的 然後完全不會流動 可是你一塗到臉上 它非常好推開 而且保濕度很好 可是你稍等它吸收之後 你會覺得你皮膚 是呈現一種乾爽的狀態 就是完全不會黏膩 所以我覺得油肌非常非常適合 單獨使用它 就是感覺用了它之後 潤色效果也很讚 就不用額外再上一些底妝產品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是乾肌或混合偏乾的話 這一款其實不管是你是單用 或用在妝前都很合適 而且算是一款 一年刺激都可以使用的一款妝前防曬 那其實Covermark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它們家就是主打使用 校正肌膚顏色的方式 幫你修飾臉上的瑕疵 然後像我現在手上這個隔離說 它的外包裝是藍色的 所以如果你的肌膚是藍色調 阿凡達 所以就是你肌膚是藍色調的人 你就會選擇這種藍色的外包裝 如果是暖色調就是黃色的外包裝 所以大家可以靠櫃試試看 看你的肌膚是哪種色調 不然我覺得它修飾提亮的效果真是一級棒 好那我這邊也分享一款 我這邊是混合偏乾乾肌推薦的一款防曬 是一個開架的品牌 ZA的防曬 那其實這個防曬係數是有SPF50加PA4加 防曬係數非常的高 可是呢我覺得我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覺得開架雖然說它是SPF50 但我還是會私心覺得說 會不會其實它還是會曬黑 那怎麼辦 所以我其實我前面的乳液 我都會用那個資深糖的美肌乳 然後再擦它 Yeah 強迫症 可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要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擦美肌乳就是已經算了擦了隔離 又擦了日液嘛 但是呢你們現在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其實是沒有上底妝的 我是有上底妝啦 對它又上底妝 我現在是沒上底妝的 就是我等一下後面立刻就會分享 我現在可以不上底妝的一個秘密武器 但是呢我不上底妝呢 我還是會就是要擦它 一定要擦它我才敢出門 因為我覺得我一定要擦這一款的原因 是因為我本身以前要擦底妝 我是要均勻我的膚色 然後稍微提亮一點膚色 我覺得它就是可以完美的提亮你的膚色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擦它之後就可以素顏出門 像我現在是連底妝的眉霜 我覺得拍影片都可以不上底妝 我日常生活真的想不到什麼時候需要上底妝了 那我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家另外一款就是長青樹的那個防曬霜 你覺得區別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款跟ZA的長青樹防曬比起來 這款的提亮效果更好 可是我覺得像我現在皮膚算是比較白一點 就是跟我自己比啊 比較白一點用起來就很自然 像我前陣子有一陣子比較曬黑的時候 用它就有點太白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小麥接的女生 可能沒有辦法用它當作提亮的 會有一點太白 會太白了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剛剛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不上底妝出門的秘密 那其實要不上底妝出門 首先第一個就是你的膚礦一定要是好的 膚礦夠好你才有辦法做到就是紫茶防曬出門 那就要分享就是公關品 我們收到金城之霜他們家的安品 真的是用到之後覺得amazing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是喜歡就是德國的安品 很多人去德國外都會買很多回來 可是真的是久久才會拿到一次 就要非常珍惜 他們兩個最大的區別是他們的包裝 因為德國安品呢 它就是做成玻璃平身 然後你每次要用的時候 你要這樣把它扳開來 很恐怖欸 那我就會擔心說那個小碎片 不知道會不會我在擦乳液的時候 就是都擦到皮膚裡面 會把皮膚微微的刮傷 可是這一個金城之霜呢 它的平身是做的 然後就上面就是塑膠 然後是旋轉開來的 可是你不用擔心 它裡面還是有平塞 因為有平塞的目的呢 是不會讓那個裡面的產品變質 而且也不會讓它露出來 可是這個平塞 我個人是覺得蠻難打開的 但我個人有一個小PayPal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本人都是用牙齒把它咬開的 我自我跟莉顏分享之後 你是覺得很好開 確實是 就是一扯就掉了 對 可是也不至於會讓你的牙齒受傷 上面有那麼誇張 對 它有點算是比精華液 可以再更濃度更高一點 但你就當作一般精華液的步驟就可以了 像我們兩個就是 早晚都當作精華液的步驟使用 那我們今天會分享的是 它們其實有兩款 一個是這個是金色瓶蓋的抗勞款 還有一個白色瓶蓋的美白款 那其實它這個平身 你要使用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 你要先搖一搖 然後它們混合均勻 之後再使用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有點 像是有一點油跟精華 然後兩款就是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然後再仔細看的話 現在它很小 可是它上面有一條線 它這個鞍瓶呢 是最少可以使用兩次 你可以就直接一次都倒到它線上 所以用兩次 但我們實際使用起來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可以用一瓶 都可以至少用三次 所以其實用量上滿省的 因為只要用一點點就可以 吸收速度就可以非常的好 那因為其實我自己用過蠻多鞍瓶的 就不止德國的 可是以前用過的很多鞍瓶 我覺得效果算不錯 可是它的質地都 就是上臉之後 會有點黏黏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這一次我最喜歡它們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它上臉之後 它質地真的很清爽 然後吸收速度又很快 完全不黏膩 我覺得大油肌也會很喜歡 那我這次用到 我是比較喜歡這款抗勞款 那它的功能就是保濕 然後可以緊緻肌膚 那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那時候剛收到 就連續用了 大概三五天左右 很快速就可以感覺 我的肌膚就摸起來 就覺得wow 很滑嫩 而且靜一看 也會覺得毛孔變得比較緊緻 然後我最近 我的膚況真的就是 超級穩定啊 我最近就是 跟我完全不需要抖抖貼 我當時還吞了兩盒 幸好只吞了兩盒 我以前可能買12盒 好那其實我跟Line剛好相反 我兩個都蠻喜歡 但我比較喜歡美白這一款 因為這一款呢 就相較於抗勞款來說 又再更清爽一點點 但是想說乾肌怎麼會再 比較喜歡清爽呢 因為我就覺得 雖然它清爽 可是它保濕什麼都有到位 所以上臉起來非常的舒服 因為我前陣子用了非常多的保養產品 都已經有一點改善掉我按著的問題了 可是我在用到這個美白安瓶之後 我覺得又改善了更大一步 我覺得就是擦了這一步之後 我就可以不用底妝出門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台灣 就可以買到精神之妝很方便 而且 你不管是你一定要出去玩 或者你要去朋友家 或者譬如說我們之後搬家 要回家裡住 就可以帶這個 而且有紅搬 對 因為以前有時候去朋友家 就想說反正只去住一晚 乾脆不要帶保養品 可是肌膚狀態就會有差 可是你看這麼小個精華液 帶出門也超方便 好的那接下來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戴口罩 現在大家應該已經戴了 將近三四個月的時間了 我覺得對於乾肌跟混合肌來說呢 其實剛開始戴了前一個月 我覺得我肌膚沒有太大的變化 也沒有說一戴口罩 開始很多粉刺或痘痘 那油漬就立刻開始有了嘛 可是現在真的戴了三個月之後呢 OK 肌膚如果沒有開始 有一些相應的對策的話 那些粉刺痘痘真的會 跑出來跟你說hello 因為他那天這邊就長了一顆超大的痘痘 我說欸 你怎麼長痘痘 他就說沒辦法 我說要帶你久啦 對 所以我最近呢 就是已經研發出一套系統 就是專門製這個痘痘的 那就是嘉丹尼爾他們家的產品 我跟大家講我是怎麼使用的 那我現在分享一下 這一款的全效代謝精華 其實這個精華呢 它裡面是有酸類的 以前我是不敢用這款產品的 但因為最近的膚況不是很蠻穩定的嗎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來試試看 但我不是擦全臉 我就是擦蹄子 就是基本上是這一條 嗯 我只擦就是毛孔比較大的地方 還有這邊比較靠近鼻翼的部分 就比較容易有粉刺的地方 對 然後呢 我自己使用的情況是沒有大爆痘 但我不知道每個人使用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先試一天看看 看情況怎麼樣 我第一天試的時候就帶著忐忑的心 然後呢 我就試了發現 欸 過了一兩天之後呢 它那個粉刺整個飛出來 因為我都還沒有用過 我就是很害怕它暴動 然後我就飛出來之後覺得 哇 清掉之後覺得 哇 這邊變得好平滑 我完全顆粒感都沒有了 可是我第一次使用之後呢 過了兩天之後 我這鼻子就開始脫皮 那我通常鼻子非常常脫皮 可是那幾兩天呢 鼻子是沒有鼻塞 所以我沒有一直醒鼻涕 我就覺得那天天氣也沒有很乾 我到底鼻子為什麼會脫皮 然後好巧不巧 我就那時候看到他們IG發文說 如果用這一款乾肌 你要注意保濕 不然會脫皮 然後我就整個 喔 原來如此 所以我後來呢 使用它之後就會特別注重保濕 然後我就之後 再也沒有脫皮的情況發生 但以我的肌膚狀況 混合偏乾來說 我一個禮拜頂多 用個一至兩次 就看情況 就你用這個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你的皮膚 你不能聽到Mindy用兩次 你就可能有兩次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皮膚 就每個人皮膚 耐受度是不一樣的 對 但我覺得對於粉刺痘來說 非常有用 那這個我是直接當作 精華液的步驟 然後那乳液呢 心葉球 我跟你講這個是Lie她人生中 摯愛No.1的一個保養品 但我覺得現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越來越高了 因為我之前就發現 這一款對於蛋色素疤非常有用 就比如說你真的有一個色素疤 你就後敷 就塗一點在這邊 它就是會消除色素疤 戴口罩長出來的一些痘痘 未必一定是很大顆的 很多是那種粉刺變成的 所以是那種很多小顆群聚在一起的 那我就發現呢 用心葉球 你就直接當乳液擦 然後或是在有痘痘的地方 快要變大顆痘 這樣後敷它 它有可能就會消下去 而且它就算沒有消下去 它長出來之後 也不會有那麼大的色素吧 紅茶霜 就他們家的紅茶霜 也算是他們家的新品 那我用到之後我就非常喜歡 因為我本身就非常喜歡它這個味道 非常的好聞 就如果是味道控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看這一款 那我為什麼會喜歡這一款 它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它也是有主打保濕跟抗勞 我完全就是 我兩個代名詞 我又要保濕我又要抗勞 畢竟我一定要 不如30歲的一個小姐姐 平常保養到 精華液擦完之後 覺得保濕度什麼都會夠了 可是覺得幾乎摸起來 沒有到非常的平滑 就好像還擦那麼一點的水分 但我最後在擦上這個紅茶霜之後 就覺得肌膚的保濕度非常的好 所以現在這一塊也是我的新頭號 然後因為其實剛收到的時候 我也有用這款紅茶霜 通常呢我會捨棄新葉蟲的情況就是 我就覺得 我最近浮礦BURB 完全沒有痘痘 我就會開始嘗試一些其他的乳液產品 所以那時候我就試了幾天這個紅茶霜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使用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算是不是很稠的那種 是蠻輕盈的 嗯 其實我覺得如果油肌在用 很適合冬天有開冷氣的時候 畢竟開冷氣你的肌膚晚上 可能水分還是會流失 好那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更前一陣 就膚況沒有那麼穩定的時候呢 一個我的一個 算是蠻心頭好的一款乳液 是簡單保養他們家的B5修護乳 那我的肌膚說不穩定不是會長痘痘那些的 是會有一些敏感的狀況 譬如說早上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臉有點紅紅癢癢癢的 摸起來會有點 摸起來有點有顆粒感 那種時候就非常多的乳液 或尤其是那種比較功能型的乳液 我都不太能用 或用了之後會有刺痛不舒服等等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發現這款乳液的好 因為我覺得在肌膚狀態非常非常好的時候 用什麼東西其實區別性不大 但你一旦肌膚出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刻辨別出來說 哇塞原來誰才是神秘的在保護著你 那就是這一款 像我那時候肌膚狀態比較不好的時候 早上會有一些敏感問題 我就會把它當做乳液 而且我覺得這款它很神奇 因為它其實算是一款 對於乾肌混合拼乾的人來說 會是一款非常非常水的乳液 照理來說我是不會對那麼那麼那麼的水的乳液 那麼有好感的 可是我覺得它好一點是它可以用量很大 可是細溜速度很快 而且不會覺得說臉上塗很多東西的感覺 反正它就是一個修護型的乳液 可是又不挑膚質可以用 對就是像女眼的膚質也是可以使用 完全是硬眼設計都可以使用 像是我發現它的好之後 就一定會在家裡背著 因為就是真的也不知道明天開始 你會不會皮膚會不會敏感 我當然是希望不要啦 所以我覺得推薦給肌膚有敏感問題的女生 或者是你肌膚狀態很好 可是你就是不想要拆雷 你就會想用一些是完全不會出問題的保養品 好然後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之前曾經為她單獨拍一支影片的 艾瑪絲頭皮淨化液 因為之前呢就有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正確洗頭 使用正確的產品才可以讓你的頭髮膨起來 欸? 對我認為是她頭少女現在不是囉 不准再已經 我跟你講 自從那支影片上線之後 從來沒有人再留言攻擊過我她頭 好 我已經不她 對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再次分享 因為後來拍那支影片之後 非常多網友都會私訊我們說 Mindy跟Leanne 我跟你講我靠那支影片我已經衝去買 然後買完之後我頭髮真的是 我頭皮重獲新生 所以我們就很害怕大家會遺漏掉 沒有看到那支影片 所以再次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頭皮淨化液 而且這次廠商就想說 我們的粉絲都這麼的踴躍 她就特別給大家85值的優惠碼 放在下方資訊欄 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頭皮淨化液的功能是什麼 那它其實就是頭皮的深層清潔 因為像我自己不僅臉很油 我頭皮也很油 而且我頭髮又很細軟很塌 所以像我自己以前 可能沒有用正確的洗頭髮的方式 或者沒有用一些正確的產品 這些油脂呢就是長年累月 就會堆積在我的毛孔上面 所以我的頭皮這一層呢就會非常非常的塌很扁 可是我之前我用了它之後 我大概是一周會使用兩次 然後我每次用完 然後穿完頭髮 就真的感覺到我的那個髮根呢是有變蓬鬆的 就覺得那個油脂有被很徹底的洗掉 然後頭皮就會瞬間好像打開毛孔呼吸的感覺 所以真的覺得強烈的推薦大家 如果沒有用過一定要試試看 因為就像你臉部需要深層清潔 其實你頭皮也是需要的 那這個產品的用法 那大家可以回顧我們之前的影片 那下一個要來分享的就是 改變我開車人生的一樣商品 因為呢我之前都非常非常羨慕別人家的車子 可以直接就是手機連藍牙在車上播放自己想要聽的音樂 因為我們家的車子已經高齡大概20歲左右 它就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每次我就只能很憂傷的聽廣播 然後就可能不是放我喜歡的歌 我們裡面也是有一些CD 那些CD都是大概15年前的CD 就是非常那麼久 真的很久 後來我朋友就跟我分享 你只要購買一個東西叫做 車用藍牙接收器 或者你可以搜尋車用MP3播放器 你就可以讓你的車子獲得藍牙的功能 而且超便宜 我買那個買起來好像才300多塊台幣 你完全不用改裝車 你買個300多塊的東西 你就可以直接手機接收藍牙 然後用車上的音響播放音樂 使用起來超級方便 因為那個東西其實它體積還蠻小的 你就直接把它插在點煙孔上面 它的接收器上面就會跳出來數字 然後這個數字呢 你就是要把你車上的廣播打開 譬如說螢幕上寫88.2 你就把你車上的廣播調頻到FM88.2 然後你再把手機連接到那個機器的藍牙上面 你這時候就可以用手機播音樂 我就覺得瞬間我們車子的檔次都升級了 好 最後一個我要分享一個我非常喜歡的YouTube頻道 那個YouTuber叫做Tracy 然後呢她非常的厲害 她其實她以前原本是金融業的 然後後來又轉行變成新聞台的主播 那現在她除了身兼新聞台主播之外呢 又斜槓成為美妝博主 斜槓新手媽媽 但是我最喜歡她的一點呢 是她非常厲害 就是她這個頻道也是以美妝為主 可是她通常在化妝的時候呢 她不會就是單純化妝 影片呢除了會分享她自己一些想法之外 她影片裡面還有非常多豐富的內容 譬如說會交代大家一些理財啊 那她以前是有念過那個EMBA 她也會分享說 欸怎麼考上那種很好學到EMBA 就是她本身的人生經歷 她都不另一次的分享給大家 她人生真的很豐富欸 很豐富 所以我就覺得說欸 就好像一個比你月曆豐富大姐姐的 請郎享受一些東西 可是她最厲害的是 她都是邊化妝邊講 所以她腦子有多清楚 因為我個人就是很有障礙 就我沒有辦法一邊化妝一邊講話 就我會可能講話會講不好 然後妝又化得很失敗 對你就覺得她就是 隨便畫畫的時候呢 又化妝很美 可是該講的話也有講 而且是邏輯是有羅列式的 告訴大家 就會覺得說哇 原來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子呢 你們一定要去看看 你們就會等我再說說 好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下次愛用品影片 有可能又是兩個月後再跟大家見了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訂閱我們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小鈴鐺 喜歡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